你好 声显的旅行日记 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秋建尔庄园 伦敦市区开车过来一个半小时 如果从北架就是从牛津过来的话 就是要二十多分钟 来到这边来 那里可能看到一个曾英国首相丘杰尔他小时候出生的地方 并且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无法经历意义的地方 在这里呢还有很多中国的温度 在这里就是他长期的图书馆 而图书馆这里呢最值得一看的不是他的书 而他最后面这么一个大的风情 而这个风情可以说是全欧洲最大的风情 这丘吉尔庄园呢它分成室内和室外两部分 室内部分主要是它的居室啊 读书馆啊写字厅啊 而室外就是喷泉的花莲了 大家都把这里啊 与法国的法尔赛宫相聚定位 说这边是英国的法尔赛宫 但是如果这边你来过的话呢 你会觉得像法尔赛宫那么精致飞装 温度后吧 记者计判词 一定是没有家的 计划 那帅是室外奸 行走在牛津的街道上 真的是特别的遗憾 因为只来了一个小时 而牛津绝对不止一个小时 尤其这边有那么多哈利波特 和属于英国一千年的历史 下一次 神尾带你们来好好逛一逛牛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